跟刚才那个是几乎一样的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学生不太可能 你看过老师做一遍之后 自己就一定都会做 有啦有这样的学生啦 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特别高 所以有必要让学生在 看完之后马上的去操作一遍体验一下 那刚才老师讲的哪个步骤在哪里 有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对对对这一步然后这样这样 他就会记得比较清楚 于是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题 看到A加B想到A加B平方 那写到这里的话 你也会发现一点 我们常常把X平方跟Y平方合起来写 因为我们刚刚讲五个元素 这是其中的一种元素 所以很多人有一些教材 他在背这个A加B平方的时候 他是把那个A平方再B平方放前面 他会写成这样 X平方加Y平方加2 XY 这里已经知道是289了 然后这里已经知道是49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2XY等于 那大家要注意哦 答案是 负240 注意什么 注意他是负的 我都跟学生说 会影响成绩好不好的原因 其实很多 你有没有真正学会知识 是一个很关键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教你 你要会什么知识 第二步 你要把你学会的知识 去观察题目怎么出 然后为什么这一题用这样的知识 像我们这一题要用就是存法公式 那题目会怎么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掌握到一个关键 我们刚才这两题 以及我们这个作业里的其他题 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5个元素会给2个 求其他的 一定会给2个 为什么 因为你给2个 你才能够去导别的东西出来 或者我们可以说 因为2个未知数 给2个他至少怎么样 代入都可以把它整个解开 那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观察题目的一个方式 那后面会有一种题目 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 只有给一个提示 那怎么办 那就代表怎么样 他其实藏了另一个提示 X加X分之1等于3 要求这个是他的平方 这个是他的平方 他藏了一个提示 就是乘起来是1 这个我们下次再教 但是我要说就是说 我们第二个环节 就是要把你用的知识 去观察题目是怎么出的 好那还有呢 会影响你成绩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是你的计算习惯 那像我刚刚讲 有的人他背这个公式 不写左边 就很容易让他 后来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就跟学生提醒 也要连左边一起写起来 以及我们前面介绍 那个分离公司的时候 会提到 把比例用倍数的概念转换 来去写会比较好 那在这里要提到的一点 是很多人会从国小累积上来的 不好的计算习惯 就是拿大数减小数 再来决定正符号 那没有错 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长大 因为我们习惯拿大数减小数算成正的 可是这样的习惯 当你遇到复杂一点的应用问题的时候 你的那个正符号很容易漏掉 我们后面介绍到不等式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计算习惯 很多人不好 在这里先提 就是遇到不等式的时候 把它当等式算 算完再决定大与小与 这样很不好 那所以就像这样子的计算习惯 你能够越早改掉就越早改掉 那如果我今天真的在高一的时候 才遇到这个学生 我还是要跟他讲 那等于说他这个坏习惯 已经跟他三年了 他应该在国一 至少在国一 就要被提醒 就要改掉了 OK 所以这个2xy是240 那于是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做 逆向思考 要求x-y我们要先求什么 x-y平方 不知道要做什么 先把城堡公司背出来 如果我们把x平方跟y平方都写前面 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两个部分是一样的 这两部分刚好一加一减 所以他会变成什么 他会变成 289这个时候变成负等240等于529 那一个时间我还是多少 不要忘记了你的正符号 可以吗 再错就砍头 那么我们这堂课就先交到这里 我们之前的城堡公式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还没有教大家 就是我们学过这个 a-b乘a加b是a平方减b平方 那如果你遇到不止一个东西 你这两个关号里都有三个 abc 但是你发现 虽然他都有三项 可是这三项的数字部分都一样 只是正负不一样的话 他还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方差公式 我们去捕捉这个没有变号 什么叫没有变号 就是前后两个括号都是正或都是负的 我们以第一个为例 a一开始是负的 后面这个括号也是负的 他就没有变号 后面这个b就有变号 所以我们用没有变号的平方 减有变号的平方 所以这一题你如果乘开来 你就会发现他是负a的平方减b平方 所以是就a平方减b平方 你用那个配方法去 用分配率去展开也是这样子 所以下面这个也是 a有变号 那b呢 b有变号那怎么办 那没有变号的东西就没有东西 减掉 那注意 所以我们有变号的这一组呢 要维持 就是你要挑你要选 a-b还是选负a加b 你这里这两个都可以写 可是你不可以写a加b a加b就错了 所以有变号的话 你只能在前面这个括号 后面这个括号 挑一组来写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负的a-b平方 就是他会是负a平方 加2ab-b平方 这样 下面这个好 a有没有变号 有 b咧 b没有 c咧 c也没有 所以他是没有变号的b-c 的平方-a平方 那你的a 写要写-a 写a还是写-a就没有差 因为会负负得证 所以是-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2bc 像这样子去做展开 去讨论他前跟后有变号还是没有变号 用没有变号平方-a平方 那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那一组有超过一个的话 有两个的话 你这两个要在前这个括号或这个括号 挑一个方式去写 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个 顺便练习这个根号的计算 那你看到我这里有3 有根号2 有根号3 3有没有变号 有 根号2勒 有 根号3勒 没有 所以他会变怎么样 没有变号的平方 是根号3的平方 那你要写-根号3的平方也可以 因为都会变正的 可以吗 减掉 有变号的也就是3和根号2 这个时候你要选 你要写3-根号2 还写根号2-3 都可以 那我们选3-根号2 所以他会变成3-根号2 那这里会变成是3加2-6-根号2 所以是5-6-根号2 可以吗 所以是-2加6-根号2 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b平方都给了 求a-b 那感觉好像有点困难 因为这个是a-b乘a加b 这个是 你可以用a-b平方加a加b平方除以2来得到 但是这样想就太复杂了 它其实很简单的 你直接把这两个连利就好了 你就会得到a平方其实是23 也错了 2a平方是23 所以a平方是23 b平方是 2分之17 那于是解出来呢 a会等于正负的 这个我们还标准化 2分之根号16 b会等于正负的2分之根号34 用它减它 那因为你在减的时候 这个正负号还是会让你有正负号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2分之 2分之 我们把它放到同一个分模 正负根号46加-根号34 也就是说会有四组答案啦 加的加的加的减的减的 都有可能 这是这一题 直角三角形 两股长分别为这个和这个 求其斜边上的高 那你要求斜边上的高 你要先求斜边 所以它一股是根号6加-2 一股是根号6-根号2 你把它平方和它平方相加 其实会把中间那个加2ab和-2ab杀掉 这个平方是8 就6加2加2乘根号12 对不对 它是8加2根号12 这是8-2根号12 合起来变16 对吧 16是斜边平方 开根号是4 然后还记不记得指导上的形形 斜边上的高怎么求 就是你用底层高除以2是面积 两股相乘除以2也是面积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 4乘h 除以2 会等于根号6加根号2 乘根号6-根号2 除以2 那除以2都不要理它 所以你就会发现 4h会等于 根号6 这两个是平方 平方差 a加b乘a-b a平方-b 是4 所以h是1 真漂亮 它不只是答案漂亮而已 就是还使用了我们的成法公式 还练习了根号的计算 事实上呢 这个三小型是一个很特别的三小型 我们到后面会看到 这是15度 75度 75度 90度 有三小型 所以是一个很值得教学的立体 然后像下面这个问题 其实还蛮多教科书会有的 我就顺便讲一下好了 它的做法很多种 其实没有说怎么做不对 你也可以先标准化 它标准化也很好看 因为上下同层 根号7-3 分子会是4 那分母会是根号7-3的平方 是10-2 根号21 然后这个是4分之10加2 根号21 所以你取得这样子之后 再来算后面的也都可以 但是就是说出这一题的人 它比较希望你们去察觉到 它去算这个a加b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结果 也就是说你去把它加起来 然后通分的时候呢 分母 那就是没有错 如果a加b乘a-b是4的时候呢 分子会变成是这个乘这个的平方 这个乘这个嘛 虽然它会变成是 7-7-3的平方 加7加3的平方 我故意不去像刚才这样直接把它展开 可以吗 我们这个分子也先不展 等一下再处理 等一下再写 那没有错 分子是4 但是就是 分母是4 但是就是它的分子不需要展开 你可以了解到 a加b平方去加a-b平方的时候 中间那个2ab会消掉 是留下2倍的a平方跟b平方合起来 那因为a平方是7 b平方是3 所以上面留下来的是2乘以7加3是20等于5 以及这两个数字的另一个特色就是 a乘以b会刚好消掉是一样 所以它是利用这样子的特色去算我们的第一小题要求的 这个a平方加b平方没有错 它是a加b的平方-2ab的话就会是25-2是23 这个 这一个 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像 乘法公式的某一种 那就是说如果我希望它符合a加b的平方 它应该要有121的系数 1比2比1的系数 结果它是313 那怎么办 帮它补起来 应该说补起来然后扣掉 所以第二题 这个3倍a平方加ab加3倍b平方 它其实会是 我刚讲121的话就会刚好是3倍的a加b的平方 但是它121的话是363 它没有363 所以要在-5a的ab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a加b是5 所以5平方是25乘以3是75 所以它是75-5 但是就说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只是告诉你说出这一题的人是希望你们这样子做